弟兄姐妹感谢主妹又一起来敬拜了 你知道吗 敬拜真的不是好像只是唱唱歌等人 敬拜是把你的心对齐来领受 你知道吗 当你的心对齐上帝 你领受到今天神对你说的话语 特别是那个对你的Rama 你就可以走在水面上 你就可以看见超自然发生在你生命当中 所以让我们一起好好来敬拜 来看见上帝的荣耀 耶稣爱你永远不变 你知道吗 你在母父恩中被造他已保守 他造你的肺腹心肠奇妙 可为他一看见安排 都写在车上 耶稣爱我永远不变 我只当量 我在母父恩中被造你已保守 你造我的肺腹心肠奇妙 可为你看见安排 都写在车上 你说定的日日日子 我尚未独一日 你赏我的一年宝贵 叫我未来又盼望 我坐下我起来 你笑得你看顾 我心路我躺我 大大莫浮深深悲哀 我往哪里去趟 躲避你的慈爱 在我前后围绕 安守在我身上 飞到天涯海角 你在哪里等我 无论我在哪里 你的与我永远同在 永远同在 耶稣爱我永远不变 我只当量 我在母父恩中被造你已保守 你找我的肺腹心肠奇妙可为 你看见安排 你看见安排 都写在车上 你说定的日子 你说定的日子 我尚未独一日 你想我的一年宝贵 叫我未来又盼望 我坐下我起来 你笑得你看顾 我心路我躺望 大大莫浮深深悲哀 我往哪里去趟 躲避你的慈爱 在我前后围绕 安守在我身上 飞到天涯海角 你在哪里等我 无论我在哪里 无论我在哪里 你都与我永远同在 永远同在 永远同在 我为何有门 我为何有门 潜藏应当 仰望是我的心啊 不要看风雨 但要仰望你 你笑脸帮助我 我要宣告 耶稣我的平安 耶稣我的依旨 耶稣我的供应 你是我一切所需 耶稣我的供应 你是我的力量 你是我一切所需 你一切我救我王 我为何要 我为何有门 你一切我供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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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话语使我的自由 你的话语使我的自由 你的信法使我有平安 你成为贫穷 为使我富足 你的使家是我的生 感谢耶稣 你是我强壮 你应许我彼得的慰言 你成为救主 为使我梦复 祈祷你我 应许的生 奉耶稣 你我高高阿们 奉耶稣 你我先高阿们 奉耶稣 你我高高阿们 奉耶稣 我先高阿们 奉耶稣 我高高阿们 奉耶稣 我先高阿们 主 谢谢你 主要我们深知在基督里都是事的 谢谢耶稣 这是我们的敬拜 这是我们的祷告 谢谢你已经垂听 悦纳我们所有的一切 我们也知道 不是来自于我们的信心 来试试耶稣的信心 使我们能够宣告 并且宣告耶稣 你所应许给我们的 都会成就 因为在你都是事的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感谢神 现在我们要一起来领圣餐 我们每一周 我们都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来领圣餐 领圣餐很重要 意义就是纪念耶稣 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 所完成的工作 所以每当我们吃这饼 喝这杯的时候 我们就是表明主的死 并且我们也知道 透过圣餐 透过这个 可以拿在手上的东西 我们来定经耶稣 知道耶稣已经完成了 所以不是在乎我们的行为 不是在乎我们的能力 但是当然我们能够活出 那美好得胜的生命 那当然是更好的 可是如果有时候 我们有没胜过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去看 我们的软弱 但是我知道我靠着耶稣 我会一天比一天越来越好 那所以也会有一些 弟兄姐妹问说 可是领圣餐 是不是应该要先认罪悔改啊 我应该要毫无瑕疵 就是圣洁才可以领圣餐 可是我们就是因为 需要耶稣我们 我们就是有罪 所以我们才需要耶稣嘛 但是我们要记住 如同主人牧师 巨星牧师所讲的 我们的身份 我们因性 我们已经得以成圣 成义完全了 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 而是因着我们的身份 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身份 我们 我们是偶尔会犯错 犯罪 软弱的 但是我们人是义人 感谢神 阿们 好 那就让我们一起拿出我们 已经准备好的圣餐 不论你是在线上 或者在现场的 如果你是在家里的啊 你也可以准备 无效饼 跟我们一起领圣餐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自己准备 其实在一些超市 你可以去买那个 只要没有酵母的饼干 也是可以的 只要 因为重点是 不要有酵母 因为预表耶稣是无罪的 如果耶稣有罪 那就不用玩了 我们领圣餐也没有什么用 有罪的人没有办法代替 代替我们啦 因为他就跟我们一样啦 所以好家在我们能够知道 并且我们所信的 耶稣是没有罪的 他在这个世上33年半 他没有犯任何的罪 所以他以他的无罪 代替我们的有罪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他愿意与我们交换 那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 愿意他来代替我们 愿意相信耶稣 这就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那其他就是让耶稣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最能够做到的事情 就是愿意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你可以走出去了 感谢神 但是我知道我们在现场的 或是你在线上看的 你每一个人 你都是因为愿意 所以你今天才会打开来看 或是你来到现场 你愿意邀请耶稣来到 你的生命当中 成为你生命中的主 成为你的帮助 代替你的一切的罪过 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让我们一起拿起这个无效饼 我们把它剥碎 我们知道耶稣已经为我们 打破他的身体 为我们受鞭伤 为我们受刑罚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一致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着他已经受了这一切 一罪不良罚 所以神不再惩罚我们 神看我们是他家里的人 因着耶稣所完成的工作 感谢耶稣 让我们这群 因信诚疑的一人 我们愿意 我们相信 我们一起领受 并且我们也拿起我们的杯来 我们知道这是耶稣的血 辨明这是耶稣的血 他要与我们立这新约 我们每逢喝的时候 就是表明主的死 并且也纪念他已经复活得胜 所以这个约已经成立 没有人能够废去 这是耶稣与我们所立的新约 我们在恩典之下 我们在新约的里面 我们有约的保护跟保守 断没有任何的事情 可以废去这约 感谢耶稣所完成的功 这是耶稣的血 我们一起领受 我们为我们所领的圣参 我们一起来祷告 今天的天父谢谢你 谢谢你 彩排你的独生爱子耶稣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因着耶稣所完成的功 以罪不两罚 所以我们身上不再有咒诅 不再有那一切 罪定罪诅咒疾病 主啊谢谢你 谢谢你 因着耶稣那么好 所以你也透过耶稣来看我们 使我们也是那么的好 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虽不安全 可是我们却愿意向着那个标杆直跑 为了要得着那个从天上来的奖赏 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救了 我们不是为着得救来奔跑这个天路 因为这是我们已经所拥有的 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 主啊但是我们仍愿意向着标杆直跑 为要得着那个奖赏 主啊谢谢你得着那个美好的 耶稣基督 愿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作王掌权直到永远 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个圣餐 来盯紧耶稣 透过这个圣餐 我们真的是 吃你的肉喝你的血 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福的 我们是有福的 主啊谢谢你 与我们同在 愿意接纳我们所有的一切 按着我们的本相爱我们 谢谢耶稣 你喝的美好 谢谢天父 谢谢圣灵 谢谢你们 谢谢耶稣 这是我们的祷告 不我们的摆上 谢谢你 愿纳我们所有的一切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 感谢神 接下来我们要请同工帮我们收奉献 不论你是在现场的或线上的 你不是因为你刚刚临圣餐 所以你一定需要奉献 或是因为你有吃教会的便当 所以你一定要奉献 对 不是 我们奉献是因为我们已经经历了上帝的丰盛 富足 美好 那所以我们也知道 我们 我们是与神同工与神合伙的 所以当我们将神当得的十分之一摆上的时候 我们的十分之久也 谢谢 我们的十分之久也跟着一起圣洁了 所以这是一个 对人也是一种见证 那但是我们不是做给人看的 但是当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十分之一给神的时候 这也是一种我们可以对神表达我们 我们已经得胜的一种方式之一 那如果说你对于十一奉献还上不清楚的弟兄姐妹 你可以上YouTube的官网看 居心牧师有 已经解禁告诉大家说 新约之下其实还是要十一奉献的 对 这场人问的是说 我不是已经在新约之下 我已经在恩典之下 我还需要十一奉献吗 其实你不十一奉献 上帝仍然爱你祝福你 也不会有诅咒 可是的确在十一里面有特别的祝福 所以十一是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有好处的 所以我们教会是 恩宠教会是非常鼓励弟兄姐妹 你们十一 因为我们都希望你们一同经历这个美好 跟丰盛跟富足 不要说那个牧师都没有教 然后我的财务都还是一样 就都没有进展 这样是非常可惜的 但是至少确定的是 上帝觉得不会让我们饿死 因为你有那个基本的保护 但是如果你想要经历财务的兴盛跟富足的话 我们真的鼓励你们来经历十一奉献 那对于十一奉献上不清楚的弟兄姐妹 你们可以上网看 看完之后你看不懂 你觉得你还是有疑问 因为的确还是有一些 有人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 比如说 睡前睡后啊 或者是 这个算收入吗 还是这个算 算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就都可以来询问 所以如果 弟兄姐妹你们 有兴趣了的话 我们在主日结束之后 十二点半到两点半 我们有一个聚系牧师主持的Room QA 是本人哦 是现场哦 是真人哦 所以如果你有希望就是可以有线上的小组 但你又没有办法来实际的话 鼓励你们可以在线上参加我们的Room QA 然后Room下载的方式就是 Room上线的方式就是你要先下载这个Room 那我们的会议室的连结 或是会议室的ID跟密码都在每一个这个 主重的YouTube的说明栏里面 那如果你还是找不到的话 没有关系 你可以寄email来教会 或是到我们的粉丝专页 留讯息 告诉 询问我们的小编 我们小编都会回复给大家 好 然后 对 如果你是在线上定用姐妹 你可以采用这个银行汇款的方式 上海商业银行城中分行 我们的户名是社团 反而台湾从教会协会 那银行汇款的话 基本上就是手续费 应该是不会超过15块 你如果去银行现汇 零贵现场汇的话 好像手续费是30块 对 然后但如果你可以用网银的话 有一些就是它免手续费 那这也是很好的方式之一 那如果说 你这个真的不是那么方便 那没有关系 你也可以用下页 有些弟兄姐妹 她会怕自己忘记奉献或什么的 就是事情比较多嘛 没有 那也没有关系 你也可以用这个线上刷卡的方式 如果说你需要那种定期定额 就是每一个月会自动帮你扣款的 你就不用怕你会忘记 我们也有定期定额的 那那个QR Code是另一个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可以找郁峻传道索取 但那个你也不用担心 比如说 我这个我每个月奉献1万块 但是我加薪了 我想要奉献1万2 我可不可以改这个设定 都是可以的 所以不用担心 或是 我想少奉献一点 不用害羞都可以来更改 那这个的话是属于一次性的 所以如果你ATM不方便 或是你在海外的弟兄姐妹 你想要用线上刷卡的方式的话 也是可以 就是少这个QR Code 它会导引到一个叫蓝星金流的平台 去做信用卡的支付 那它线上也有 Apple Pay跟Google Pay的方式 可以做奉献 那以后弟兄姐妹有问过说 对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这个是会有手续费 但手续费是算在教会的部分 所以教会会吸收 你不用担心你奉献1000块 然后会有好像是2%手续费 我们会扣掉你的2% 然后来算你的奉献金额 不会 你奉献1000块就是1000块 那个手续费的部分教会会吸收 但是就是小额啦 如果你真的是很大额的话 还是建议你 可心的话还是用ATM 因为那个手续费就是 一次就是顶多15或30 就不会再增加了嘛 但是这个就会随着你的金额提高 手续费就会提高这样子 但没有关系 还是以大家方面为主 好 我讲了有点多了 那我们就来为我们的奉献祷告 现在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使我们丰盛富足 主啊 谢谢你使我们有能力 可以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 将我们当给神的十分之一 带到神的面前给神 使神的家里有良 主啊 若我们有弟兄姐妹还在财务的困境当中 还没有信心或还没有能力奉献的 主啊 我们也为他们祷告能够更多经历上帝的恩典 主啊 使他们不只是跨出信心的那一步 而是在跨出的同时 他们就已经经历上帝的丰盛跟富足 经历上帝 你要打开天上的窗 请福于我们 主啊 是请福于每一个信靠你的弟兄姐妹 谢谢耶稣 你如此恩待保守我们每一个艺人 主啊 因着耶稣所完成的工作 我们知道天父看我们就是如此的可爱 如此的宝贵 谢谢你 与我们同在 谢谢你赐恩典给我们 使我们能够经历那个恩上加恩 利上加利 荣上加荣的恩典 谢谢耶稣 与我们同在 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不论是现在或是未来看到这个影片的 都同得祝福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所以很快可以讲到 所以请务必帮我们按赞 订阅 然后分享 打开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绝书向你献上感谢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一起来聚会 主要帮助我们 透过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 彼此之间的关系 我们也看到你的同在 你的祝福 因为若而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到你面前求 主要 我们要看见那个神机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要 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今天有请听耳跟请听耳心 看见得着那个Rema 主要 经历你的超自然 也谢谢你 已经分别为圣孩子和孩子的心 主要 我们要一起看见荣耀发生 超自然的医治 心灵的医治 身体的医治 财务的医治 全方位的医治 要发生在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人身上 我们要看见那一切的神机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我们今天要看见神机 谢谢耶稣 将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安问 路加福音七章十一节请念 过了不多时 耶稣往一座城去 这城名叫拿因 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 与他同行 过了不多时 就是上一件事结束之后 没有过多久以后 耶稣往一座城去 这座城名叫拿因 耶稣之前在加百农 他就去了拿因 拿因这个城是什么意思呢 我一开始去看一些圣经注解 然后就有一个作者说 叫做喜乐 我想说真的吗 我就去查原文 结果原文是美丽的意思 可能是长得很美丽 所以让人喜乐吧 好 没关系 我只是觉得有些时候 你真的 你仔细去看原文 你就看原文词典 这个字拿因 真的是美丽的意思 可是我不要为什么有学者会写说它是喜乐 那我想说按照原文去查 也没查到喜乐 连字根都没查到 那也许它有什么奇妙之处吧 但是我只是跟你说 其实我们要尽可能去贴近原文 好 所以它是一个美丽的城 想必它长得蛮漂亮的 对 所以叫美丽 但是新北市也没有比较新 对不对 台北市跟新北市 新北市没有比较新 对不对 它只是以前叫台北县 后来改名叫新北市 对不对 但是它有一些地方真的比台北市行好 没关系 好 OK 这城名叫拿因 OK 拿因就是美丽的城市 然后呢 他的门徒 耶稣的门徒跟很多的人与他同行 而且圣经用的词是 极多的人 因为呢 之前在加百农 他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 对不对 而且他前面又有登山宝训 然后又医治了那个大麻风的人等等 所以有极多的人跟从他 好 然后到拿因城 我们常常讲这个故事 所以拿因城发生了一个特别的神迹 而且这个神迹四个福音书 马太马可 路加约翰 只有路加有记载 OK 所以请看下一页 七章十二节请念 将进城门 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 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 他母亲又是寡妇 有城里的许多人 同着寡妇送病 对 好 这是送病 简单说就是出山了 就是你看到有人在出山 有人在出山就对了 好 还会跪丘这样子 好 那好像有这回事吧 其实我也不是很懂 好 OK 好 就是这样 将进城门 然后呢 走进城门 没有 并不会 耶稣不会跌倒的 OK 好 将进城门 耶稣将进南因城的城门 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 这个死人是个年轻人 这个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 就是寡妇的独生的儿子 为什么他强调这个点 你知道吗 那个年代寡妇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 第一 女性不能就业 第二 先生死了 那就只能靠儿子了 对不对 大家知道 没有听过以前的话了 当然现在不符了 以前是 就是嫁夫 随夫 然后夫死从子 对不对 就是你老公 你老公造你嘛 那不然的话你儿子造你嘛 结果呢 独生的儿子也挂了 也走了 所以他母亲又是寡妇 所以很可怜的 之后就是要过着 穷愁潦倒痛苦的 亲友接济 有一餐没一餐的痛苦生活了 好 所以呢 城里有许多的人 同着这个寡妇来送饼 就是要带去埋了嘛 对不对 这没有问题 大家就了解 对不对 这种事常常 大家都会遇到嘛 在路上都会看到 偶尔会看到这种东西 问题是 非凡的事情要发生了 请看下一页 七章十三十四节请念 主看见那寡妇 就怜悯她 对她说 不要哭 于是 镜前按着杠 台的人就站住了 耶稣说 少年人 我吩咐你 起来 好 主看见那个寡妇 就怜悯她 好 这是很特别哦 这个寡妇 有没有求耶稣 这个死人 有没有求耶稣 她就死了 怎么求 对不对 那几个台的人 有没有求耶稣 没有 耶稣主动 她只是要进城门 然后人家出病的 行的队伍经过她 然后她看见了 就怜悯这个寡妇 耶稣怎么知道 她是寡妇 因为耶稣是 道成肉身的神 而且她有知识的言语 智慧的言语等等的 其实她知道万事 她看了一眼这个妇女 她就非常怜悯她 这个特点是什么 这边没有一个人 很有信心吧 请问妇女有信心吗 她可能连耶稣 谁都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后面跟那么多人 还有一帮老大 因为耶稣 耶稣跟着门徒 门徒后面又跟了 极多的人 对不对 这是两个不同的队伍 跟着耶稣这群人 刚看过各种神迹 而且耶稣接纳外邦人 然后你看一个老大 后面带几个 比较精英的 核心的小弟的干部 后面跟一堆人 看起来很像 黑帮老大的走过来 这我自己的形容 充满爱的黑帮老大 还是很怪 就是充满爱的一群人 充满盼望的要进城 往这个美丽的拿英城前进 然后从城里面走出 要去送葬的寡妇 想着她的人生 想着她可怜的儿子 然后抬着杠的人 无论是聘癌 或是她的亲朋好友 就觉得充满了 以后大家辛苦了 因为如果是亲朋好友 还要接级她 然后呢 如果是抬杠的人 担心她有没有前赋 之类的 对不对 这是事实 对不对 你知道吗 这一个笑话 你知道有 欧美有些地方 是那种天体营 天体营就是不穿衣服 然后在海滨游泳 或什么的地方 然后就有一个人去摊贩 这是笑话 然后这次笑话是真实 她就去摊贩 跟那个人说 请给我一瓶可乐 然后那个人就一直看着她 然后那位天体营的朋友就说 是没看过人家天体营 她说我是看过天体营 我只是在想 你要怎么付钱 她要从哪里拿钱出来 你告诉我 有的信用卡吗 没有 你全身什么都没有 你要少什么 皮下植入镜片吗 好 现在已经有人做这种事 我跟你讲 末世 耶稣快回来 好 就是这样 我只要跟你说 主看见这个寡妇就怜悯她 为什么怜悯她 因为耶稣知道万事 你知道吗 那个抬杠的人会想说 哇 这个妇人这么可怜 我是可怜她帮她抬 还是她会给我钱 不一定 或者是她到底付不出来 她承诺的钱 然后再来同时 这个人 这个妇女充满了悲伤 正在哭 抬杠的人正在努力的抬着 对 你会发现为什么讲抬杠 我跟你讲为什么 好 等一下 然后呢 这个死掉的少年人忙着死 对啊 他就专一做一件最重要的事 对啊 然后呢 请问一下 如果被医治人要有信心 请问这里面有任何一个人有信心吗 谁有信心 没有嘛 对不对 好 我们再讲另外一个故事 有一次 那个 有一个小朋友 他被鬼附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爸爸就去请了门徒帮他祷告 然后都赶不出去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就跟耶稣说 耶稣如果你能够做什么 请你 如果你有办法做什么 请你做什么 意思就是说 我也不确定你耶稣行不行 然后 他真的是这样 然后最后耶稣跟他说 再信 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然后那个爸爸就回答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所以现场 有谁有信心 门徒就赶不出去 你有信心的鬼 骗谁 有信心赶鬼 赶不出去 有信心的鬼 根本赶不出去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爸爸承认自己没信心 那鬼父儿子也没信心 当然都被鬼父什么信心 有信心就不会被鬼父 然后呢 再来 旁边的群众也没信心 可是耶稣说 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然后讲完之后 然后爸爸说 我没信心 然后耶稣说 那你回去练一练 再来找我 没有 耶稣就把鬼赶出去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场唯一 有信心的 再信的凡事都能 那个人是耶稣自己 所以是耶稣做成的 所以不要再去怪一个人 有没有被医治 就是说 假设有一个人 他生病了 你会要祷告 然后没好 然后很多时候 你去外面 恩典律法混杂的教会 他们就会怪那个人 你知道吗 你帮一个人祷告 结果他没好 大家就会怪那个人 你犯罪了 所以你没得医治 你没信心 所以没得医治 你有祖宗和诅咒 所以没得医治 哇 开什么玩笑 你知道耶稣去一个乡镇 就把全部人都医好了吗 耶稣是怎样 运气超级好 刚好这群人通通都没有 祖先八代 十八代的任何诅咒 你有看到耶稣 一个个陪谈 帮他们先做医治释放 然后将他们认罪悔改 然后才医治吗 耶稣已经做到天亮了 做到很累很累 做到太阳下山了 做到很累 然后耶稣是直接医还那么累 他一个一个陪谈 我跟你讲 就不用玩了 真的 被医治这件事 无关乎被医治者的生命 真的 真的 请问这个死的少年人 生命是多好 再怎么好 我也死 对不对 今天核心问题 医治都是怜悯 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 大家知道有一个观念 我们常常以为 医治是神给人的奖赏 不是 医治不是奖赏 医治是福音的本质 耶稣来 你等一下会看到 等一下耶稣讲清楚 祂来要做什么 祂很重要的一件事 瞎眼看见 瘸腿行走 死人复活 这是福音的本身 确实现在教会失落了 这一大块 仇敌也一直拦阻 这一大块 仇敌前面一直在拦阻 罪得赦免 在马丁路德时代 他们还在鞭打自己 认为自己都没有罪得赦免 五百年了 他拦不住这件事 他现在一直在拦 那个病得医治 事实上在190几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就是将近 大概一百年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 神医步道运动 那个时候 在美国有很大很大的 神机一致彰显 我相信在末后的大收割之前 会有更大的这种神机彰显 要得着最后最后的福音的人 然后一起灾前被提 然后在大患难里面 七年里面也会有一群人信主 我已经不在现场了 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只是要告诉你的 重点是什么 就是 医治不是奖赏 不是你做的好才给你的 这里面有哪一个人 配得这个奖赏 寡妇吗 少年人吗 抬着杠的人吗 没有啊 那到底谁配得奖赏 不是 是怜悯 这边写怜悯 神怜悯 耶稣怜悯那个寡妇 就是因为怜悯 怜悯这些都是恩典 本来就是给不配得的人 所以你不用觉得 你不配得医治 因为没有人配得医治 对 然后再来一个问题是 我们常常就是不断的 人很容易把它 用奖赏角度来看 我要够好才可以 可是其实那是福音的本质 那就是神迹 那就是一个记号 就是要显出神的怜悯而已 所以你去问人家祷告 不要再怪别人不好 很多人会为了自己面子 祷告完美好 一定是你有问题 你这样说的话 你才有问题 你被人家祷告完 他没有好 不是他的问题 好不好 那有没有可能是你的问题呢 就是就要看我们心里相信什么 如果你相信这是一个奖赏 你如果要祷告 其实这个小子不配 不配 那大概就没什么医治 因为本来就是给不配的人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为一个人祷告 你只要想到神怜悯 神爱他 而不是去想到 他配不配 因为本来就没有人配 我们常常会 比如说好 我为韦庭传道祷告 主要我们把韦庭传道 带到你的面前 求你来医治他 这是错的你知道吗 第一 你干嘛求神医治他 神的心意就是医治 神本来就想医治 再来 其实不是你把韦庭传道 带到神的面前 而是你代表耶稣来为他祷告 你是有差别吗 你把韦庭传道带到神面前 好像是你带着韦庭传道 到神面前 你是宗宝 可是呢 其实神是要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你们要按守在病人身上 你是代表耶稣去行使这个权柄 不是 不是你把人带到神面前 当然我们把人带到神面前 是使他信耶稣 这很好 但是医治这件事情是 你一个门徒 一个相信的人 代表耶稣行使那个权柄 按守在那的人身 这是不同的 好 主看见那个寡妇 就怜悯她 对她说不要哭 于是敬前按着杠 抬的人就站住了 为什么刚才讲 抬杠 抬杠 抬杠这个词 你知道抬杠是什么意思吗 你有没有看过人家讲相声 不要再抬杠了 就是这两个字 抬起来抬杠这个杠 你知道 按着杠这个杠的原文是什么吗 就棺材 你知道抬杠是什么吗 抬杠本来的意思就是抬杠 但是后来被引用到 就是两个人各执一词 在那边 在那边好像就是 两兆各有自己的说法那样 然后变成好像相声里面 那个抬杠 这是一个引用 对 真的 好 所以呢 敬前按着杠 这个杠其实就是原文 或是那个年代 和和本的年代 一百多年前 大家都知道就是抬杠 不是只有抬着 抬着两个杆子 上面放个死人 当然也有啦 就是你类似一种 就想要犯个 有点像担架这样子 懂我意思吗 但是它其实就是一种 因为你知道 他们会包那个 裹丝布等等的 而且是没有盖子的 因为耶稣吩咐他起来 就起来撞到那个 棺材板 然后又倒下去 没有啊 是没有盖的 而且也不是你想象中那种 我们这种棺材 因为他们通通都是 裹丝布裹好 然后就很像一个 生病的人被 很像一个木乃仪被抬去 然后放在石洞里头 OK好 所以抬着杠盘 简单说就是你把它想象成一个 单杠 不是单杠 单架 对单杠 好对不起 好 于是进前按着那个 那个很像单架的 类似又是棺材的 类似这样子 然后呢 然后耶稣就对那个少年人说 我吩咐你起来 耶稣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 耶稣有没有按手在他身上 耶稣故意按手在 大麻疯的人身上 因为要使他得接纳 因为他很久没有被碰 可是这个少年人已经死了 你碰他 他也没感觉 而且他不是得大麻疯 所以耶稣就直接吩咐 说了就起来 OK你知道吗 事实上死人复活的神经 在圣经里并不大多 以利亚有一次 以利沙有一次 彼得有一次 保罗有一次 然后剩下就都东西耶稣做的 好 那个 那个以利亚 就是那个 也是寡妇的儿子 以利沙是书念妇人的儿子 然后呢 彼得是 彼得一的人叫大比大 就是那个多加 在使徒行传 然后保罗一的那个 就叫做游推谷 游推谷大家知道吗 这个人在别的教会很没名 在我们教会很有名 因为他是做 他是做游推的 姓谷 谷先生做游推 所以摔下去 然后祷告就复活 OK好 所以呢 再来呢 路加福音唯一记载 拿因成的这个死人复活 可是很特别 死人复活是一件很大的事 为什么只有路加福音记 我真的不知道 马太 马可 约翰都没有记 其他福音书有记到 是雅鲁的女儿死而复活 还有马大 玛利亚的弟弟 拉萨路死而复活 可是为什么只有路加福音 记到拿因呢 然后我们来想几个有趣的事 马太 马可 路加 约翰 这四本福音书 哪两本是他们就在耶稣旁边 马太跟约翰 他们就是跟着耶稣的人 对不对 好 然后马可是彼得跟保罗的徒弟 所以很多马可是问彼得的 一定是我也问 然后都还是圣灵末世 路加是去查考的 路加可能就直接去拿因成访问 或者是他去加白农 就是耶稣的宣告中心去访问 所以他有一些属于他特别的观点 OK 好 我也无法解释 为什么其他福音书没有记到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路加福音记到拿因成这件事 好 所以呢 耶稣就吩咐少年人起来 然后发生什么事情 看一下一页 好 七章十五节请念 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 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 好 OK 现在有两群人 一群人耶稣带着门徒 还有极多的人跟着他 大家往拿因成走去 然后正在城门外 然后呢 从城里出来送葬的队伍 寡妇很忧伤的几个抬着杠的人 然后还有一个死人 然后呢 这个时候耶稣吩咐 耶稣碰都没碰他 耶稣吩咐那个死人 那个年轻人 那个少年人起来 那个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 请问会发生什么事 耶稣这一排的人 应该不会非常的恐惧 为什么 最少门徒应该会撑住吧 因为毕竟是门徒嘛 但是那几个抬尸体也会怎样 你看到鬼哦 这是台语的看到鬼之类的 然后呢 他们抬着尸体 然后突然间那死人就坐起来说话 而且他们是果尸部包着的 讲话不大清楚 当然也有可能 果尸部还没有完全包好 好 然后这几个人 你赶快放了丢了就这样 所以你可以去想象这个图像 所以那个年轻人就从台子的杠 摔到地上 然后大喊 阿娘耶 很疼耶 阿娘耶 这样子 有可能嘛 对不对 但是这群一起去荣耀的 跟耶稣一起来的人 会充满了荣耀 但是那几个台课的人跑了 妈妈一定没跑了 妈妈欢喜的 无法惊讶的 无法接受 对不对 然后那个少年人说 什么事 我不是刚睡醒吗 干嘛 对不对 对很多人而言 睡觉 其实死亡跟睡觉很像 你就是睡着了而已 如果你是信徒你睡着醒来 你不然你在天堂 最近什么抖音什么 常常都有那种影片 就是怎样 然后突然间就 就是你到了天堂 大家有看过那个影片吗 没关系你们都没在看 这样跟小朋友有代沟 就是说 就是说 其实真的 对信徒而言 死亡就像睡着了 你有没有办法 记得你睡着的那一刻 没有你就是睡着了 就是睡着 我上次去开那个 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 一个脂肪瘤 然后啊 他们不是说什么 数什么 一到一一二三 数不到死就一定会睡着 我数到二就 就 对啊 好就这样啊 OK 好回来了 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 然后那几个抬杠呢 我相信跑走了 或者是至少吓到 在旁边这样 这样害怕 对不对 然后呢 妈妈非常的欢心 然后这个少年人 很就觉得 到底发生什么事 怎么那么多人 好 路加福音七章十六节请念 众人都惊奇 归荣耀于神 说 有大先知 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 又说 神眷顾了他的百姓 好 所以众人都惊奇 但是有些是惊讶到 怕的在地上抖的 因为他们可能跟耶稣不熟 就是那几个抬杠的人 还有宋葬的亲友 可是其他跟着耶稣来 那个极多的人 还有门徒们 他们却是 他们已经看了很多神奇 慢慢习惯了嘛 对不对 大麻风摸一下就捷径 吩咐一句话 那个仆人就好 一堆神奇奇事 死人复活也就刚好而已 没有啦 还是比较高阶的 对不对 众人就惊奇归荣耀于神 然后说什么 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这里是拿因城 拿因城其实在 苏念这个城不远的地方 以利沙曾经在苏念 复活了一个小朋友 所以他们以为 像以利亚一样 以利沙一样的大先知来了 因为他们一定听过 这些故事的啊 对不对 你去哪个地方玩 都会去听一下这个故事 对不对 以前的故事 你知道已经很久以前了 那个 因为最后一个先知 已经是四百年前的事了 但是以利亚一杀 是更之前的时候 是南国北国时代 是很久以前了 但是他们一定 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个故事 所以呢 他们才觉得 大家先知道 我们中间兴起了 又说神眷顾他的百姓了 因为死人复活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啊 OK 好 所以这是拿因城 一个特别的故事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一致不是奖赏 一致是福音本身 一致是神迹 一致是上帝的记号 而且不是那个人 要多好才能得一致 好 我知道人就有 你祷告完 那个人没得一致 好 我知道 那个以后我们讲 一致的时候会讨论 但是我要告诉你 不要怪那个人 也不要怪自己 不要定自己的罪 但是我们确实 服侍人可以学习 怎样让神迹 更多的彰显出来 好 OK 但是不要定自己的罪 好 OK 所以呢 有大先知出现了 像以利沙 以利亚一样的先知出现了 然后又说 神眷顾他的百姓 因为耶稣 显出的是怜悯 耶稣并没有问那个 寡妇 你儿子平常有十一奉献吗 虽然死了 有十一奉献 拿收据出来 我就复活 或者是耶稣有问那个 抬杠人说 你们有做见证 这个姐妹有去 每个礼拜天去教会吗 然后那几个说 我们也没去教会 我不知道 我打工的而已 没有啊 这不是抢赏 这就是神的怜悯 OK 七章十七十八节请念 他这世的风声 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 约翰的门徒 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 好 因为这时代是一件很大的事 所以这个风声 就传遍了犹太跟周围的地方 好 约翰的门徒 这个约翰是谁 是耶稣的表哥施洗约翰 你知道吗 耶稣在外面服侍了这段时间 他很开心的到处彰显神的神迹 虽然有很多恭喜 可是他的表哥施洗约翰在哪 在监狱 一直都被关着 他一直都被关着 施洗约翰现在正关在监狱里面 可是施洗约翰的门徒 是可以去探监的 那个年代是可以探监的 因为那个年代的监狱 是很糟的 所以他开放探监 其中一个理由是 不开放那人会死 你要送食物去给他们吃 你要想办法来照顾 你在监狱里面的人 所以是可以进去探监的 好 OK 所以约翰的门徒就跑去 施洗约翰的门徒 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施洗约翰 大家要知道 施洗约翰被关一大段时间了 耶稣从出道 然后才刚出来传道 施洗约翰还没有被关 施洗约翰还做了见证 然后后来施洗约翰就被关了 我们前期有讲过 施洗约翰被关这件事情 是前面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所以我们才可以用 施洗约翰被关的年代来定年 你就会发现 很多福音书是直接跳的 像马可福音就一节 中间就差了一年多 好 OK 没关系那是前面的讲道 有兴趣可以去看 好 约翰的门徒 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 施洗约翰知道这件事 施洗约翰怎么样 你会觉得 太赞了 我表弟超赞的 荣耀归给神 他是弥赛 他是哈利路亚 荣耀归给主 他有这样吗 没有 如果读过你就知道 请看一下一页 路加福音七章十九节请念 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 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 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好 我们施洗约翰居然问了一个问题 他托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说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别人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可能有两层意思 不同的圣经学者 不同的看法 一个说法是 施洗约翰软弱了 他怀疑耶稣到底是不是弥赛亚 将要来的的意思就是 那位弥赛亚 那位弥赛亚是你吗 还是别人 另外一个角度是什么 我们先看其他的经文 好 请看下一页 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请念 次日 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 就说 看哪 神的羔羊除去是人罪孽的 你知道在很前面 在很前面 施洗约翰就知道 耶稣是弥赛亚 神的羔羊就是弥赛亚 你知道吗 因为他是可以除去世人罪孽的 在但以理书 在很多先知书 在以赛亚书都有提到 弥赛亚要做这些事 要除去罪恶引进永义等等 那是但以理书 OK 所以施洗约翰在很前面 就知道他的表弟 耶稣基督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弥赛亚 他就知道 耶稣是弥赛亚 这是希伯来文 耶稣是弥赛亚 好 所以呢 看哪 神的羔羊的意思就是 他确定 好 再看下一页 一章三十六节请念 他见耶稣行走 就说 看哪 这是神的羔羊 看他再次的跟他的门徒 跟旁边做见证说 就只是耶稣走在街上 耶稣什么神迹都没有行 他就走路而已 他就说 看哪 这是神的羔羊 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 OK 可是呢 但是他会 他既然觉得耶稣是弥赛亚 你知道犹太人 都对弥赛亚有一个期待 这也是为什么 现代的犹太人 去以色列地 很多人都不是基督徒 就算他信犹太教 就算他信耶和华 但是他没有信耶稣 你想要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人 对弥赛亚的期待 是这个 请看下一页 路加福音三章十六十七节 括号不要念 请念 约翰说 他要用圣灵与火 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波机 要扬进他的场 把康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施洗约翰 在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说 跟你讲 大家知道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充满爱的 神爱是人 甚至将他独身赐给我们 叫一切心 他不是没有买的 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也是很好 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在审判 犹太人都认为 很绝大部分的犹太人 在那个年代都认为 连施洗约翰都认为 弥赛亚既然来了 他就要用圣灵跟火给人施洗 然后他要拿着波机 波机就是养骨的那个 养骨叉 对 但是后来这个字被借用了 直接就是现在本机 对 就是你扫地那个本机 但是其实是念波机 好 OK好 他手里拿着波机 然后要扬进他的场 把康用不灭的火烧进 这是审判 意思是什么 弥赛亚既然来了 他要在地上做王 他要除灭敌人 更实际一点就是 他要带领我们 把罗马人打回去 然后回到大卫王的疆界 回到所罗门王的疆界 回到神所立定给以色列的那一切 因为以西节主有提到 我们以色列的领土 应该是从大海到哪里 然后大家怎么分地 这是他们对弥赛亚的期待 施洗约翰 有人说他是爱瑟尼教派 就是非常敬虔的一族人 当然不同说法 其实那个时代的犹太人 为什么后来不接受耶稣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 弥赛亚要干这件事 哪有 为什么你软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什么 你看施洗约翰被关这段时间 他一开始被关进去 他心里觉得 没关系 弥赛亚出来了 我表弟出来了 OK没问题的 之后他就会兴起一个运动 然后把我从老里救出来 然后把罗马帝国赶出去 然后我们以色列就要恢复了 就像没多久前的 马加比帝国 你知道在历史上 有一段时间叫马加比时代 就是有一群以色列人 打败罗马人 然后在那个地方维持王朝 蛮长的时间 还经历了很多神奇 像光明节就这样来的 像他们圣殿里面的 那个油灯 灯不够了 那个油不够 他们就祷告 然后没油了 还可以连烧八天 如果没记错是八天 就感觉就很像 你车子没油 你祷告连开八天 结果你开特斯拉 不是啊 不是 从头到尾都没有 好 OK好 约翰说 那个夸号耶稣是我家的 所以你们不用念 约翰说 耶稣要用圣灵跟火 给你们施洗 而且他要把不好的烧尽 阳尽 用不灭的火烧灭了 他以为弥赛亚要做这件事 没错 弥赛亚真的会做这件事 下次来的时候 问题是一去两千年还没回来 然后他一直说他快回来了 你有没有打电话说 你到 你有没有跟你朋友约吃饭 你到哪了 你到哪了 在路上 在路上了 在哪里 到门口 到门口 门口走进来 是要半小时 你以为迟到这样了不起吗 两千年了 我在门口了 我快来了 两千年了 可是耶稣是因着怜悯 主不是单言 祂是恩赐 因为祂来 就要进入七年大灾难 祂来七年之后 就要进入审判 所以祂早来 对没有信主人 是非常可怕的事 所以我们要祷告 我们家人赶快信主 亲朋好友赶快信主 OK好 所以啊 想象一下施洗御汉的感觉 祂从头到尾都知道 耶稣是弥赛亚 可是祂被关怕了 关久了 祂可能有两种心态 一种心态是 你不是弥赛亚吗 你不是要干这些事吗 为什么你就在外面 都在医病人 然后大家都很快乐 一堆人死而复活 有几个人死而复活 一堆人病得医治 一堆人得恢复 然后大家都很喜乐 然后是蛮好的 可是你什么时候 要开始放火 你要阳静 要烧静不灭的火 火在哪 然后不是有门徒跟耶稣说 我要不要吩咐火降下来 耶稣还不要 对不对 你弥赛亚不是要干这件事吗 你到底是不是弥赛亚 他会怀疑 因为他们搞不清楚 也不能怪他们 因为旧约本来就故意写得糊糊的 故意的 故意的 因为你知道先知是这样 你有没有站在山顶上 view很好 然后看 比如说你去阳明山看夜景 比如说我们在阳明山看夜景的时候 你去看101在那边 星光山越在那边 星光山越旁边就是教会 我们会这样看 对不对 你知道中间有很多比较矮的房子 你都没看到 很正常 对不对 先知也是这样 他只看到那个最荣耀的 你在看 你都会看那个最漂亮的房子 最高的房子 什么 你会看 那个两层楼平房 你根本看不到 OK 所以 牵师们他们看见了 弥赛亚要做这些荣耀的事 然后呢 他们有看到弥赛亚要 先来一次 然后被杀做这一切 耶稣这个部分也是故意被藏起来 然后但是也没有完全藏起来 他其实在圣经很多地方偷偷放 什么 仰望被渣的人 他们所渣的人 还有那个逾越节等等 耶稣是有藏在那里头 他还牵了很多名 Aleftab的部分 可是先知们并没有看见 或者是没有特别写出来 所以他们就以为弥赛亚 第一次来就要做这种事 所以施洗约翰怀疑了 因为大家都认为 他可能是个大先知 所以施洗约翰可能觉得 那就是 你也可能就是个先知而已 所以我弄错 你不是弥赛亚 那我们要等下一个人 这可能是一个心态 另外的心态可能是 你是弥赛亚 你为什么放我在监狱里那么久 来救一下吗 又难吗 又难吗 其实是有点难 因为罗马当局 还有西律当局 是对他很不爽的 对 但是还是有 你最少 不然你来看我 我在监狱里面那么辛苦 不然来议一下我 你也没来看我 我你表哥 拜托 我是你表哥 你记得你妈妈那时候 怀孕的时候 就赶快跑去找我妈妈 他们两个那么好 为什么你来看我 都没来看我 人是正常会这样的 你在监狱里 而且那时候监狱是很糟很糟的 非常糟的状况的 他们是光是一件事没厕所 你以为一间 一个人一间套房是不是 想一堆人 就走个角落大家上厕所 下个雨会怎样 通常是地牢 地牢在最低洼 会怎样你告诉我 那你会祷告 我不要关最下面那间 我上面那间好不好 下面那间 大家是不是水下一下就流过去了 你就泡在那东西里面 恶心吗 不是失去自由而已 你以为 他们顶多自己挖吗 你在监狱里面 你要用什么挖 用牙刷挖 挖洞埋起来 下雨之后 你是可以埋多深 你去想象这些问题 是真实的地牢 OK好 所以 十几万被关怕了 有可能是这样 他原本知道耶稣是弥赛亚 可是你 你分明没有 做这些事 OK好 所以请看下一页 所以十几万在问 那将要来的 弥赛亚真的是你吗 还是别人呢 要么就是 他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 他怀疑了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那几个理由 要么就是 他会觉得 你就是弥赛亚 你还不来救我 有一种 有圣经学者这样说 可是我 我希望十几万不是这样 就是他有点挑衅的意思 将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别人呢 还不来救我 这有可能是这样的啊 关够久了吧老大 对啊 你是我表弟耶 怎样我也是你表哥啊 如果你是表哥 就算你的表弟小 算是要那个 那叫什么 胸有地公嘛 来救一下 最早来看一下 没有 好 那这样要来的是你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OK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当我们在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 你可能曾经信心非常的旺盛 在某些时候 你经历过神迹奇事 你看到 你看到很荣耀的事情 所以你信心非常旺盛 就很像看到 施许愿看到 耶稣在行神迹 然后看到耶稣在地上行走 然后圣灵降下等等的 他说哇 神的羔羊 神的羔羊 到处为他做见证 可是他被关久 关怕了 被泡在那些恶心的东西里面 他是会怀疑的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首先 施洗约翰也会软弱 你也不要觉得软弱了什么 但是我不是鼓励你软弱 人都会软弱 你知道吗 人都会软弱 所以第一 如果你软弱 不要定自己的罪 但是 后来当然耶稣恢复了 施洗约翰的信心 而且后面耶稣还 还称许施洗约翰 好 我要跟你讲的事情就是 我们的人生中 你会遇到这种事情的 每个弟兄姐妹 因为在这世上有苦难 但你要放心 主胜过的世界 其实如果 施洗约翰一直抓住 主的应许 他一直定睛 耶稣是弥赛亚 耶稣是救主 他不会这样 可是人就是人 你会被关怕了 你会有各种问题 会有各种压力 所以你会怀疑 真的你是弥赛亚 其实相同 我们现在生命中 我们当中弟兄姐妹 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 你总会遇到一些 属灵的低潮跟难处 如果你真的是神 为什么我祷告 那个人没有好 如果你真的是神 为什么发生那件事情 上帝好 就算我知道 坏事不是你想做的 这些坏事不是你想做的 可是天上地下全品 都在你手中 最少是你许可的话 你为什么要许可 这种坏事发生在我生命当中 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非常多人问这个问题 很多是人的自由意志 但是那些连自己都没得选 很多是权柄问题 还有很多是这个世界的规则 所以我们才要把福音带进去 你懂我意思吗 是这样 我听说 但我没有办法查证 但是我听说有这样 就是说 有一个教会 然后那个牧师被 有人专门进去 那个教会里面去诈骗 然后呢 而且牧师还觉得 因为这个人花了非常多时间 跟牧师相处 然后建立 好像他是什么 有钱的投资 什么什么 然后牧师就推荐这个人 推荐这个人给很多人 结果那个教会被骗了几千万 然后他们现在正在搞 然后那是我们 南部听到的消息 然后最近法官判出来不大 好像变成比较往商业纠纷那边 可是其实现在有专业在诈骗教会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实际上 诈骑犯他们会被关到监狱里面 诈骑通常不会关太久 所以在监狱里面 大家会彼此讨论技术 那是真的 那是进修班 真的 他们会彼此讨论技术 然后他们就会讨论一个问题 你知道吗 有一种团体很好骗 他们叫基督徒 因为他们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忍耐 太棒了 你骗他钱他会包容你 他会相信你 他还会忍耐 凡事包容凡事忍耐是 你凡事相信上帝 对弟兄姐妹包容 可是该告要告 忍耐是神加给你的东西的忍耐 但是那是生命的东西 你该告就要告 OK好 但是还是有一件事 这世界上的司法 你知道吗 你遇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觉得 好那我现在就告 可是 首先为什么拖那么久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现在诈骗案有多少吗 动不动就是诈骗 你知道你用iPhone手机的人 谁没有收过那个 我是什么什么什么 王小姐 你的Line不见了 请加我Line什么的 对不对 或者是我是昨天的陈经理 请跟我联系 请加我Line 用iPhone都会收到 你想为什么只有iPhone吗 因为我们的iMessage是不用钱的 把那个关掉就不会收到 但是你也收不到朋友的iMessage 像我们用Enjoy的人 简讯都要钱 所以他才不会发给我 好啦扯远 OK 这样大家都知道我用什么手机 好啦OK 其实我要跟你说的事情就是 这个世界是这样 然后呢 现在诈骗案多到一个地步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地方都是 所以呢 法院是应接不暇 我们就问很多司法人员 你知道以前 你现在你以为当公务员都很爽吗 没有喔 现在司法的人喔 除了神特别保守的一些人之外 他们事实上都是加班加班加班 一直开庭一直开庭 然后做到快死了 然后 而且那些诈骗的人 他们在监狱里头 他们都彼此精益求精啊 他们都知道要怎样 把它弄成好像是商业纠纷 所以就不是诈骗 等等之类 所以我要跟你说 事实上 就很像施洗约翰这个状况 即便他是施洗约翰 他碰到他生命中这个难处 他被关了那么久 他也怀疑了 那将来的是你 还是别人呢 这是正常的 首先 接纳自己会这样 但是要知道 我们要转过来 我们要有一个心 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 叫做什么 叫做 急或不然的信心 大家记得什么是急或不然吗 代理的三个朋友 沙德拉 弥撒 亚伯尼哥 这三个人将要被丢到火窑里面去 他们对尼布甲 尼撒网说 我的神必然要救我 听起来前面很有信心 很厉害 下一句 急或不然 我仍救信靠他 意思就是 我的神一定会救我 如果他没救的话 那就换我去找他 他不来救我 就我去找他 稍稍死了就去找他 大家会觉得 你这算什么信心 什么急或不然 这才叫做信心 因为信心是放在神的本质身上的 神本来就是爱你的 神本来就是祝福你的 我很多时候 我无法解释 为什么这件事发 这件痛苦的事 发生在你身上 但是我知道神 以前应该这样说 如果有一个人 他总是对你很好 然后呢 他总是善意的对你 你们相处很久 好朋友 二十年的三十年 突然有一次 他对你非常的严厉 非常的凶 你可能会觉得 你干嘛这样 但是你会找机会问他 为什么 他就说 对不起 我那天胃痛 心情不好 我那天MC来 我那天什么什么 对不对 好 我那天我老婆说要跟我离婚 我很痛苦 好之类的 对不对 好 就是长久以来 对你们相处是那么好 但是偶尔会有这样状况 就很像是上帝的本性 我们从头到尾 平常你就要去经历上帝的美好 然后呢 为什么那件事没有成就 其实很多事情 我无法解释 很多事情 我无法解释 但是你要相信的是 神的本性 神真好 永远好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and all the time God is good 神真好 永远好 你看我们中文短多了 好 你知道意思吗 那就是说 即或不然信心就是 就算最后神没有使用司法这些东西来祝福 来恢复 还有最后的审判 还有最后的公义的审判 那个审判绝对公义 那个审判绝对公义 你知道吗 当你因为世上的司法 你非常的痛苦 为什么 为什么那么慢 为什么 法官被骗了 为什么检察官没有更用力一点 为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 你已经把你的判断放在世上了 当然司法是 我们最后一道防线 大部分国家都会这样 好 OK 所以你会期待他给你公义 他给你恢复 可是你定睛的这个人 就是世界的一个部分 我并不是说 所以你就祷告司法乱判 没有你还是祷告 神祝福法官 然后检察官 然后所有一些证据什么 你还是祝福 但是盼望不放在这上面 盼望放在上帝那里 好 有人会觉得 最后审判 那就是安慰我 什么什么 你知道吗 如果没有最后审判 这个世界就不公义了 你知道 所有一切的公义 所有的彰显 绝对会在最后的审判 完全彰显 因为审判者是主 然后有一个问题是 那意思就是 我这一生可能都不会看到 那一切公义彰显吗 你祷告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你还是要求 一定要在这个时候 或是你可能自己 会觉得 你遇到什么痛苦的事 不一定要是司法 你可能被谁欺负 比如说人家跟你借钱 然后就真的是民事的 然后他都不还你钱 然后你就要求神 审判 你可以 你求神帮助你拿回钱 然后你就跟神 献一个时间 五年五年内一定要还清 可是神不一定 搞不好是十年二十年 当然我祝福你 不用那么久 但是就这样 这个世界是世界 当初借钱是你愿意借的 你想要为什么诈骗 不会被犯那么重吗 因为在那个当下 你给是你愿意的 在你给的那个当下 你是愿意的 也许是感情诈骗 很多感情诈骗 都会在网络上 老公老婆 然后彼此 而且我跟你讲 我真的去听了很多弟兄姐妹 有专程 专业 专程 非常属灵的弟兄 或姐妹诈骗的人 他每天早上跟你灵修 他每天早上传一个灵修 跟你一起灵修 还分享今天灵修进度 只是你从来不会看过这个人 真的 他只会给你看照片 他不会跟你 那个line视讯 不会真的 真人 脸对脸 现在不会 未来技术更厉害 那个deepfake 就是可以变脸 那就谁知道 但是现在成本问题还不会 所以你懂我意思吗 真的 好多姐妹这样被骗 我们听很多 就是他就一直以为 那个人就是神预备给他的 然后那个人也说 为什么因为疫情 我卡在哪个国家 什么需要什么 然后一开始就跟你一起灵修 跟你一起祷告 非常爱你 然后每天还帮你带祷什么的 专业的 词都没有用错 看起来就很属灵 然后你就真的觉得 好 那有一天 他就来台湾娶我 然后呢 那你认为 未婚夫的人 需要帮助怎么办 他在哪个国家 因为疫情卡住了 那你就会牵给他了 就这样啊 很多是这样的 好 所以务必要小心 请找你的弟兄姐妹们 帮你一起看 真的 你陷进去也很难 但是你旁边的弟兄姐妹 要陪伴你 要帮助你 真的 你务必 不要隐藏这些事情 好 我之前就有帮助一位弟兄姐妹 处理这个事情 然后他还骂说 你干嘛跟你的牧师讲 哇 谈恋还不可以跟牧师讲 那是怎样 好啦 扯远了 所以我跟你说 施洗约翰 他也有软弱啊 他有怎么样 首先软弱 不要定自己的罪 你已经是受害者了 好 再来 不要把盼望放在这个世界 再来请有急或不然的信心 我相信神要使用司法 在绝大部分的事上 给我们公益 因为我们是特别被 拣选出来的一群人 你是艺人 你的日子如同黎明 直到日五 越照越明 可是时间是他设定的 如果神真的定义 最后审判才给你 那又怎么样呢 他有主权嘛 但是我求神 不要最后审判 就是能不能在今世审判 然后今世把那一切得着 然后还回来 可是神有他的主权 可是最后绝对会有一个公益的审判 了解 盼望不要放在世界 包含世界的司法 要放在耶稣基督里头 OK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觉得 感觉没什么盼望 我跟你说 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就在末世 许多不法的事日渐争多 所以许多人的爱心日渐冷淡 现在你是不是会觉得 很不想做善事 因为路上那个习讨的可能都是集团 都是骗的 对不对 看起来好像没有脚 结果等一下就看到他站起来 然后还换一套西装开 把拉底走了 真的啊 那已经是一个专业的职业了 很多都这样啊 所以真的不法的事日渐争多 许多人爱心就冷淡了 这就是末世啊 你要习惯 我所谓习惯不是习惯爱心冷淡 我说你要习惯是习惯 现在本来就是最后那个时刻 所以会越来越黑暗 人心会越来越这样 所以你要有智慧 而且真的有专门受训练 来欺骗基督徒 来欺骗教会的人 因为教会真的是一群很好骗的人 因为很善良 而且还有教会教不准告 因为他查过 只要你是弟兄姐妹就不可以告 有些教会这样教 你们知道吗 按照圣经 他们引用了某个圣经经文说 你们为什么在不信的人前面求神 你敢保证那个法官是基督徒吗 所以不敢保证你不可以告 他们有些教会这样相信 所以真的没告 可是我告诉你 该告就告 因为那个经文不是这样用的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个经文 我只要告诉你 这个世界是这样 本来就是末后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末后我们要倚靠神 然后在这个黑暗中 我们好像明光照耀 然后你要有智慧 然后你要有智慧的 知道怎么样让自己的爱心不要冷淡 然后彼此相爱 这也是为什么你需要到现场 看到真实的人 因为你怎么知道 那个跟你每天灵修是个诈骗 真的啊 真的是这样啊 这个世界已经是这样啊 你要看到真实的人 如果是可以 真的是要跟真实的人 然后可以跟你一起互动讲话的人 OK 所以你要知道 人都会软弱 但没有关系 你知道后面怎样吗 耶稣就医好了非常多 疾病的被恶鬼负责的各样的人 然后还特别让瞎子看见 耶稣让很多瞎眼看见 有一个犹太传统说 瞎子看见是弥赛亚特有的医治 蛮特别的 死人复活就约有 如果你有找到 就约瞎子被看见 请告诉我 因为我没找到 当然有可能有啦 但其实我思想应该也是有啦 只是没有特别讲出啊 因为出埃及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有疾病 总会有一个瞎子吧 几百万人里面有一个瞎子总有啦 对不对 但是没有特别被显出 瞎子得看见 死人复活还有几次喔 所以呢 好 请看下一页 耶稣就叫 施洗约翰的门徒说 你回去 把看见听见的事情 你们自己做见证 告诉施洗约翰 就是前面第一句 都一定是瞎子看见 因为这是弥赛亚特别的记号 瞎子看见 穴子行走 下一页 长大麻风得洁净 荣子听见 死人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凡不因我跌倒了就有福了 他特别强调一件事 不因我跌倒了 意思是什么 施洗约翰信心已经跌倒了 施洗约翰因我跌倒了 而且强调因我 所以有一种理由 真的有圣经学者说 就是因为 弥赛亚都没有去放火 弥赛亚都没有去烧进 那个糠皮 才叫因他跌倒 弥赛亚都在做善事 做善事很好 可是坏人要烧死 对啊 你也会觉得 那个伤害你人 应该被神除灭 现在就应该把他除灭 你知道现在还是恩典时代吗 有一天会除灭他 如果他不悔改 可恶 那如果他悔改 就不用还 你还是祷告 神要兴起奇妙的事情 你知道吗 我知道你真的很不希望 那个人信主 那个诈骗人 如果信耶稣怎么办 我跟你说啦 诈骗人不怎么会信耶稣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认为耶稣是骗子 只是比较厉害的骗子 我有跟诈骗聊过这个问题 真的真的真的 他们说耶稣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他们到处都在骗人 他们也才不想被耶稣骗 所以他不会信耶稣 你懂 专门来教会诈骗人 是不会信耶稣的 任何人不信耶稣都会下地狱 所以专门来教会诈骗弟兄姐妹人 他们会下地狱的 你会觉得很安慰吗 我只是要告诉你 不信耶稣就会下地狱 可是专门知道 认为专门来骗神的儿女的人 你基本上不大可能会信神 而且后面也很难悔改 因为他都在骗人 所以把自己的命都骗到地狱去了 把自己的灵魂都骗到地狱去了 因为他不会相信耶稣是救主 他只是觉得耶稣是一个高阶骗子 对 真的 好 OK 所以施洗约翰因着耶稣跌倒 所以耶稣才说凡不因我跌倒 因为他可能觉得 但也有可能你为什么不来救我 你最少也来看我 或者是你为什么不放火除灭那些 罗马军队那些人 没有 但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就有福了 结果后面当这些施洗约翰的门徒走了以后 然后回去回复施洗约翰 然后耶稣就在私下告诉这些其他的人 其实洗约翰是很棒的 他是最大的 他是大先知 他是神所使用的 他是很棒 所以其实就算你软弱了 神仍旧很看重 而且会为你说话 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件事 在这世上有苦难 但你要放心主胜过这个世界 不一定按照你计划跟规划的方法解决 但是一定会有公益的审判 再怎样有最后一个公益的审判 你会觉得就一定要到最后吗 我也不希望他是最后 你祷告 但是神有主权 最好我们就是祷告 就是在今生 然后越快越好 但是当初 如果你是被诈骗 当初是你自愿给出去 就算各种那个 这是事实 就算各种不同的说法 因为不自愿给出去 那不叫诈骗 那叫做强盗或是骇客入侵或等等 那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懂我意思吗 我们生命中会遇到一些事情 你也无法解释 主啊你为什么许可 其实神一直提醒你 神真的一直有提醒你 如果你安静下来 思想你会发现 如果你有每天灵修的人 你会发现神其实有在那里面提醒你 我真的发现 我去访问一些人 他们其实 比如说他被诈骗了 后来他确定了这件事之后 然后他回去看他之前的东西 神其实说了好多话 可是他以为他是他未婚夫啊 他以为他是他未婚妻啊 所以他就拼了啊 就这样啊 那你为了你未婚妻未婚夫 你可能会豁出去啊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弟兄姐妹 其实神一直都在阻止 神一直都在告诉我们 但是我们却没有听见或不愿意 而且人性是这样 为什么诈骗那么容易 因为人不想承认自己是错的 人想要合理化 相信那是对的 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在这世上 特别是现在是黑暗时代 你务必 你需要有弟兄姐妹陪伴你 我们一起去查验 然后听听看 就算你觉得不可能 不可能 他已经跟我相处那么久了 什么什么什么 我都见过他家人了 有些更厉害的诈骗 是人来到当中的 你看过他所有家人 我跟你讲 还可以是假的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真的要有智慧 那你需要一堆人查验 然后一起来看这一切 但是我跟你说 凡不应主跌倒的有福了 然后同时 你就算跌倒了也没关系 施洗约翰也跌倒 保罗也有犯错 彼得也有犯错 只有耶稣没有犯错 他是完美的 所以我们依靠耶稣 要知道他接纳你 之后他要开始称赞施洗约翰 帮施洗约翰扳回一城 然后也鼓励 所有一切 跌倒软弱的弟兄姐妹 上帝爱你 对你有美好的计划 你会从里面走出来的 我祝福你 我们今生在司法上 在环境上 在各样事上 你就要得到恢复 你就要看见 那个公益彰显 财务上恢复 公益彰显 或是神用别的方法 补足你 如果没有 最后最后的审判 一定会还给你公益 好 那你不用担心 那种 那种故意来 以耶稣名来诈骗人 他们基本上不会信耶稣 你会很开心吗 好 反正神会彰显他的公益 好 那就 祝福大家 我们下来祷告 学习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 每一位姐妹 让我们知道 主 完全掌权 在这世上有苦难 但是我们可以放心 主胜过世界 主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只是他没有犯罪 没有软弱 所以我们只管 来到他的施恩做钱 就可以得连续 就可以蒙恩惠 就可以做随时的帮助 祝他赐给我们 从你而来 那个急或不然的信心 很多事情 不是按照我的计划成就的 但是是按照 你的计划成就的 而我知道你给我的计划 最后就是好的 祝他谢谢你 即便在我们错误的时候 你仍旧爱我们 帮助我们 虽然现在我不了解为什么 但是我知道 你会把我的错 变成祝福 你会把这个世界的 那些邪恶变成祝福 因为万事互相效力 你要使我得着益处 祝福这里 每一位弟兄 每一位姐妹 看见上帝的荣耀 看见上帝的祝福 谢谢耶稣 将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我们站起来 做信仰宣言 打重新以来念一次 123请 我相信上帝拆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他胜过死亡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 因他流的宝血 我大大得福 蒙受极高的恩宠 及深深被爱 我永远脱离疾病 灾害与死亡 耶稣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 感谢主 请闭上你的双眼 打开你的双手 领受本周的祝福 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你用生命界二十八丈的祝福 来祝福我们 使我们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居首不居尾 在上不在下 主啊保守我们 主啊要永远记得 我们是义人 因为我们应信成义了 那义人的日子 如同黎明直到日午 越照越美 那更美好的日子 正在路上 那最美好的日子 将要来到 主啊祝福我们 在这个疫情的年代 让我们去对的地方 遇见对的人 做正确的事情 蒙你的祝福 保守我们 宣告白日太阳不伤我们 夜间月亮不害我们 主啊那五千命的毒病 跟那恨行瘟疫 不会临到我们 即便我们当中 有任何人不小心染疫 也会快快地恢复 而且快快地 就有好的抗体 然后之后就不会 再有这个软弱 祝福这里 每一位弟兄姐妹 也保守我们 在这疫情里头 有一些弟兄姐妹 在经济上 有很大的压力 主啊你超自然来 供应他们 使他们经济得丰盛 心里得平安 得恢复 也保守 大家的关系的恢复 主啊也向你 线上感谢 谢谢你 我们也特别为 也许你在 环境各样的事实上 也许你被诈骗了 也许你被欺骗感情 或各样的事情 主啊你来安慰 你来恢复 并且让我们知道 最终你会有 公义美好的审判 主啊谢谢你 为我们成就 这一切的事 愿我绝出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来 向你感动交通 常与众地友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大家一起说 阿们 好 再来想邀请你 跟我做一个祷告 邀请耶稣 住在你的心里 赦免你一切的罪 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 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 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 让耶稣给你 一个全新的生命 预备好了吗 等一下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哦 如果可以 你可以把眼睛闭上 让你说出来的话 宣告出来 让你的心里完全相信 来看见上帝的荣耀 要开始了哦 好 那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哦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住到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的过去 我的过去 都交在你的手中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 那美好的未来 很美好的未来 也在你的手中 也在你的手中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来引导我的一生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你为我死 我相信你为我死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复活 又为我复活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我所有一切的罪 我所有一切的罪 定罪 定罪 诅咒 疾病 死亡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从今天开始 我回到你的家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大有盼望 我大有盼望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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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